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就爬山啊 就聊天而已啊 我去到才知道我要做很高难度的动作 就是从这个山飞到另外一个山 就玩这个飞锁 其实我在另外一个国家 其实玩过这个活动的 我就跟莱坦说 其实这个活动蛮简单的 就是飞过去的时候可以先想风景而已嘛 然后我就问他 香港这个飞锁是不是一样的 他就说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是一样的 然后就相信他的话 然后拍摄当圈呢 我去到那个山我看到 因为我们一直爬到山顶嘛 然后其实那个山已经很高了 然后飞到那个对面那个山 其实那个线不是horizontal 是卸下去的 然后我就说 你骗我过来拍你节目 对啊 我不骗你过那里会拍我节目嘛 我就硬着头皮 所以站在那个山的那个边边 然后站了一个多小时才跳下去 对 过一个钟头之后 为什么你无缺的又跳下去 其实站了一个多小时 我也不敢跳下去 但是导演跟我说 如果你再不跳下去的话 我们就没有电去拍接下来的接下来的活动了 我就好吧 一边哭一边跳下去了 其实本来导演说我要拍三次的 跳三次的 但是因为我太害怕的关系 我跳了两次 但是我觉得我第二次跳的时候 已经比第一次跳的时候 勇敢一点了 所以如果拍 然后拍剧的 拍戏拍剧的时候 导演会坚持说 要我跳啊 什么跳上跳好的话 我应该会比现在勇敢一点点吧 应该可以应付得来吧